这就是完全是暗牢分配的啊 完全是就是不干活一分钱没有 我没有钱 好吧 Ok 来讲到这边啊 讲到这 古代拜啊拜拜 我也去休息了啊 古代拜拜 然后那个国境期间我可能不会直播啊 我可能会发点视频但是我不会播啊 你们自己好好就是体验这个假期吧 多关注我们的那个 俱乐部的时播 俱乐部一直会有活动呢 有哪些活动 我就我为了避免有些人那个断章取义啊 我就不把那个活动的截图给人发出来了 呃 我去念一下吧 呃 俱乐部会有那个 呃 呃 第一天会有那个 执青俱乐部会种树苗的活动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都是例行活动一直有的citywalk活动 啊收那个20块钱项目费citywalk20块钱 你把比你能信 小红书上citywalk80块钱一个人 我们他妈收20块钱 我操 而且是 甚至是你不是会员 有好多这个小红书上引流过来的20块也带他了 20块钱一个人的citywalk 包接送 饮水和小吃 你能他妈的逼的你能用你的脑子相信 还有那个 就是徒步啊 徒步就是这个城市里面的找一个景点去走路徒步 啊20块钱包接送啊 还要包这个饮水和小吃 然后晚上是那个游这个石湖公园 啊这个是第一天的 就是也是两个徒步了 还有一个是种小树苗了 对吗 然后那个10月2号会有一个非常小规模 极小规模的一个小的一个运动会 就就是一些一起去跑跑步啊跳远什么拔河什么东西的 还会那个在店里面会欢迎新新新加入的会员啊 然后还会有就是派对就是吃东西就这么简单啊 然后 那个第3天的话会有那个厨艺 就是你在这里吃饭一边吃你可以一边就是说学做厨艺啊做菜 还有一个是创意摄影啊 创意摄影 帮一个帮里面的男孩子拍拍一整张那个一整套照片 啊那个是收费项目是收费项目 这个是收费的 这50块钱一个人啊 收费的啊 就是要给一个男生就就是就是拍一整一整套那个 拍照 然后那个不知道要不要修图啊PS我不知道他要不要修啊 还有一个茶话会 茶话会啊 就是 就是 就是晚上其实是什么茶话会其实就是一样的就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聊天 就是没没活可硬扯的吧 他说有个茶话会 卖饮料 我说茶话会其实就是卖饮料 没没什么可聊的 就是他们坐在那边就是给他们供应饮料然后坐在上面那聊天他可以买饮料喝 就是叫茶话会 就是实在没有活动了瞎编一个 因为他每天要凑三个活动 没有活动你把它凑一个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第4天就是到树山去徒步 树山徒步 然后那个 呃是一个徒步 什么树山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 观影会就看电影 其实是就是二楼就是卖饮料 就是就是让你到做到二楼去 然后用放点那个什么电影 然后呃 卖饮料 10块钱一杯卖饮料 又卖饮料 说穿了这个活动也是卖饮料 然后那个 呃 第4天还有个就是户外跑5公里 其实就是你愿意跑5公里吗 我开车带你过去你到师傅公园里面去跑5公里 然后晚上又是卖饮料 就是呃 解梦大会 就就是坐在那边 就是大家吃完了之后聊天 漫无目的吗 就是可能就是为 张队武或者谁 往来坐 你过来我来给你解个梦 你过来我给你解个梦 是吗 轮流解梦 其实也是一种聊天吹水啊 然后那个到了 10月5号的话就是 就是 跟着王大厨 学做菜 又是他妈的 就是没没东西可可凑了你知道吗 就是搞一个是什么 王大厨做菜的时候在旁边你可以在旁边看 就是跟王大厨学做菜 就跟着王大厨学做菜 就王大厨就是在外面切配啊 就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外面外面外面看 到里面来去炒菜的时候他如果用个用个手机直播一下 然后你在外面看 看那个电视屏幕上 他在里面做菜 他做晚餐你就跟吃饭 相当于就是一个就是个吃饭的嘛 所以会有连续7天的这个派对啊 不停的不停的就是 无限量供应的吃 中饭和晚饭 就是不停的吃 你明白吗 啊所以你哪怕你过来临时充一个会员然后你可以不停的连续7天 这都是很合算的 你跟就是你 就相当于你这7天你就去到苏州来旅游 你充一个会员7天这里 就吃东西 你知道来这里不停来这吃就行了 你出去玩就是去玩这个各种 我们会开车带你去玩 等下报名的 报名 然后第5天还有一个由苍浪亭加北斯塔加山塘街 这个是门票是自理的 门票自理 然后收那个 西元寺是最便宜的 什么5块钱 我里边收费项目也是20块 也是个相当于图铺了 但是你要进去进那景点玩 那你门票你自理 有没有相当于接送 接送和饮品和小吃 门票自理的city work 但是是进景点的 你自己花钱进去 你不花钱进去那就去西元寺 去最便宜的地方去逛 但是 接送的饮品小吃也是20块钱 然后晚上的话就是又来了 就是夸夸会啊 前面之前叫解梦大会茶话会 又取个名字叫夸夸会 就是夸 你真好 你真棒 就找优点自夸 其实也就是晚上就吃完了之后在里面聊天 给他取了个主题 然后10月6号的话就是 那个二楼跳帕梅拉 就是健身 跳帕梅拉就不要钱了 然后10月6号还有踢足球 还有飞盘 这也都是 10月6号我就去踢足球了 户外飞盘 这也是 不要钱的啊 然后力量训练在二楼这个健身 不要钱的 然后到10月7号的时候就是 就是 录制序很多很多人都回去了 10月7号就是有一个清洁 我们会 监督 住在周围的几个宿舍 他们去做一个大扫厨 然后要做一个评比 对吧 你不该10月2号是运动会 10月7号会大扫厨做评比 然后会有 西元寺又有一个city walk 晚上的时候 西元寺风桥夜博加游船 又是20块钱 你把门票自理 然后 相当于公本费20元 你要参加哪个你自己去选 这个只是整个7天的活动 然后 住宿已经没地方给你们住了 你自己 你有钱的富哥你过来玩 那住宿费你自己搞定吗 我们没办法 旁边有那种浴室 你真的是要省钱 我操可以 可以你去浴室里面住 浴室里面过夜几十块钱 你知道吗 但是我感觉 这些日子 说不定都比较满的 比较爆满的 明白吧 比较爆满 然后 很便宜 比如说十字球奖很便宜 就是你半天的房钱 但是你可以有这么多人陪你一块玩 还有很多包接送 那么这所有这些服务这么廉价的一个原因在哪里 就是管理层不抽钱 还管理层还给钱 我们还垫他的房租 垫钱在那边 然后还有一些 他如果说经营有缺口的话 然后还有支持很多人 就这个东西真的是 我可以说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是公益性的项目 是不赚钱是亏钱的项目 这是公益性的 是叫粉丝福利 简单来讲吧 这是我的粉丝福利 一般理解这是我的粉丝福利 维持我们的好口碑好人员 一巴逼 国人先拿来钱淘宝链呢 还有这个直播 这些钱了 算了算就这些钱 淘宝链现在我问一下账上还退钱两三万 因为吧 你就这样吧 就这样 我们就要全力自盟的一个状态 这些帮币还要天天找上门来 我挺佩服的 实事求讲 钢鞭哥那个事情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他是当时那个刚是送饭的时候 他在里面那个是搞着搞那 被我们开掉了 然后他怀恨在心吧 然后去你妈的起诉我 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后面的事儿老实说好多事儿 他妈是他自己挑起来的 你你妈你去上海开会是我勾引你去的 你妈你分发纲领的纲领是我叫你写的 这搞笑 你妈你在群组里面骂这个骂那谁都敢骂 什么现象你都敢批评 我在苏南天同任中 做那些事情你去给他曝光 是我这里曝光的 你做这些事情哪一件不是你自己要做的 怪到我头上来 你现在这个处境这么这么不乐观 是我制造的 实事求是讲吧 磨证 不是我我磨证 根源不是我啊 我是帮了很多很多磨证人不磨证的 实事求是讲 我是帮了很多很多磨证人不在磨证的 我觉得如果没有我的话应该是这个 像这种人应该是 批评出来了 不会是有这么一个 做一个对立面 然后其他人就是吸取他的教训 我眼睛是踢足球 踢足球眼镜框撞到的 没什么事 好的 不扯了 反正我也 把俱乐部的项目也给你介绍了 我可能最后这段视频我还得发一下 所以我讲不能超过15分钟 最后俱乐部的这些活动的这些视频我做个预告 断开链接叫重联 重联成功了 就是大家还 哎怎么回事 第3方推流成功 你明白吗 就是说 就是那个画出来面纱 那个那个人死的主 男主人公死的时候 他就说的遗言就是 死的是狗 那我要总结一下 我觉得你骂我是狗 我觉得我挺可的 我是活着的是狗 活着是狗 为了活着 我做一条丧家之泉 累累如丧家之泉 我觉得挺好 我毕竟我自己活着 我还是一个什么 从容繁茂的一个 一个草坪 一块森林 欲于像 欣欣向荣的活着 挺好 我把我这条狗跑到这棵树下面撒狂掉 跑到那个身 我不举例子 我说累累如丧家之泉 我觉得他夸的挺好 渔峰你牛逼你屌 你不是狗 你是宠物 你不是狗你是宠物 你是高级的 牛逼不知道你是猫还是什么呢 你就问马荣 马荣会会觉得你是狗还是猫 你知道是狗还是猫 你是被豢养的 你觉得你被豢养着 你凌驾于你的主人之上 你是猫 猫性的存在 别穿了 撞自己是什么革命家 地下激进分子 别撞了 别演了 受不了了 你讲到这边 古丽拜 拜拜 不扯不扯不扯 太能扯了 不扯了 拜拜 祝大家国庆快乐 国庆快乐 祝祖国繁荣昌盛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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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